因為目前沒有開放商務客出境 那旅行公社 旅行公會就會認為說邊境鬆綁 應該要雙邊 對等 也希望可以開放商務客出境 而且並且是預計7月可以開放完整接種的 旅客入境 不曉得這個指揮中心是否有這個 規劃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前副總統呂秀蓮 他說如果要選舉的話 就請部長趕快離職 不知道部長怎麼看 謝謝 我們並沒有現在 只是第三的時候在旅 在旅行的時候要提高警戒 那回來的時候要檢疫 是這樣的 並沒有說禁止商務客 到國外去 大家看 有很多 現在有很多人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都有出國去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要 如果是要 相關這東西也很複雜 不過基本上就是說 能夠選的話就一定會遲 這也沒有什麼好意義的